貓咪是可愛的小動物 但牠們的惡作劇 可能會為主人帶來麻煩 像是泰國一名玩具賣家 在臉書上談到的這則經歷 根據Mothership報導 這起事件是由一隻寵物 橘貓引起的 橘貓打壞了 哆啦A夢的2432片樂高模型 貼文表示 牠花了一個禮拜的時間組裝 本來要在元旦前交給客戶 不幸的是組裝好的模型 被牠的貓給打翻了 該男子在貼文開玩笑地表示 待會回去把貓給宰了 當然他不是真的那個意思 尤其是看見貓咪那無辜賣蒙的樣子 他的貼文獲得七萬次的鄉民轉貼 許多鄉民大讚 牠的毛咪超可愛 其他人也紛紛附上自己家的 毛咪賣蒙圖 你家的寵物也有特殊表現嗎 回文告訴我們你的寵物經驗吧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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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